从香港地区现在包邮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包邮的订单是非常快速的在增长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香港消费者其实非常的喜欢使用包邮服务来购买淘宝 我们这次其实是从10月1号开始会在香港开启包邮 然后它的一个品类是从原先的以服饰品类为主 去扩大到了覆盖3C数码家居收纳运动娱乐化妆护肤等等热销品类在内 一共是10多亿种商品也就是说基本覆盖了各行各业 而且在那个时间段上也覆盖了后续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些消费旺季 香港消费者后面从10月1日起在淘宝上购物 只要满99元人民币就可以包邮 具体来说的话它其实可以在淘宝上找到 带有HK99元包邮这样的一个标签的商品 买满了99元就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服务 淘宝香港站会投入10亿元人民币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